好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一下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艾科竹 来看看岛内媒体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科竹 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台海军所谓敦目舰队中的盘石舰24名官兵确诊新冠肺炎 对台湾社会造成的震撼以及威胁恐怕难以估算 台湾舆论也在讨论 此事究竟该由谁来负责呢 蔡英文昨天召集台防务部门等单位开会 强调要诚实以对 不要隐匿 该检讨的就要检讨 该纠责的也不能回避 台海军副司令在舆论的压力下公开道歉之后 蔡英文又补上一刀 透过新闻稿表示遗憾 并要求台军向社会道歉 对此 台北论坛基金会主任华智豪认为 今年的所谓敦目远航在决策的时候就起人一斗 台外事部门仍然坚持要所谓敦目舰队如期出访帕劳 唯一的可能就是台湾和帕劳的所谓邦交已经出现了危机 不宜贸然取消该访问 所以即使疫情严重 仍然逼着台海军贸然前往 也就是说 所谓敦目舰队受命出海执行任务 却因为感染疫病背负指责 但是更让人气愤的是 蔡英文如此推诿谢泽 有这样的所谓三军统帅才真的是让人遗憾 该道歉的是蔡英文以及这项任务的最大受益者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对于所谓敦目舰队这次出海 台军方对国际疫情的预判是怎样的呢 台湾媒体表示 所谓敦目舰队引爆病毒这颗无声无形的炸弹 显示台军方过于轻忽病毒的威力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坦诚 对于台军中的防疫并没有掌握 盘石舰出航之前 也没有知会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彭慧仙就发文指出 就算是台海军来咨询了 就算是陈时中对出航提出了保守 甚至是反对的意见 台海军也不会甩他 因为在台湾整个官僚系统里面 台卫服部门向来就不是强势的单位 陈时中的位阶不够 根本就指挥不动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从2月27号就提出一级开设 这一级开设的意思呢 就是台湾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必须要动员一切的资源 其中甚至是包括调度台军和动用警力等等 但是这些跨部门的指挥调度 经纬万端非常的复杂 最近以来的事实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出 陈时中已经应付不了了 彭慧仙指称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既然要把陈时中推到第一线 但是又不尊重他的决策 实在是非常的差劲 苏贞昌与其像个幽灵一般 在陈时中的后面 时不时的出来打脸 说三道四为什么不直接出来指挥呢 当前台湾媒体关心的 还有所谓敦目舰队回来的官兵 到底还给社会大众埋下了多大的疫情隐患 台官方初步整理出 已经染疫官兵的足迹 多达90多个地点 至少包括岛内的10个县市 除了卖场餐厅 还有汽车旅馆等等 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的预估 这波新冠肺炎接触者 如果被感染 从4月20号开始到5月初会是发病的关键期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吴嘉诚投书台湾中国时报批评指出 民进党当局太过在意所谓国际关注度 恐怕会失去防疫的专注力 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现象 如今台军染疫 在发生后续的争攻尾过 恐怕将会掩盖防疫破口信息的透明度 进而造成更大的缺口 台军如何亡羊补牢 显然到目前为止 蔡英文和台防务部门都还没有给出令外界满意的答案 我是艾科竹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观察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自乔 精悠优优独播放 '